伏看云嘉南西岸出海口 随西南气流磕棚漂泊 保丽龙扶具碎裂四散 是人为所致 得靠人来收拾残局 受海水浮游生物侵蚀 等它的体积面积减少老旧了 它就会松动飘走 两年就要报复了 我一年都会买到几百都要报复了 下面都坏了 污染面积大而分散 回收箱也得靠空拍画面 一一锁定目标 拉也拉不回来 挑去哪里也不知道 不断巡查 等它靠岸整理集中回来 台南原计划2022年禁用保丽龙扶具 以EPP巨饼吸发泡材质替代 但韩国 日本 中国大陆都禁用了 泡棉类的属于中部的一些扶具 它还是会玻璃 而且里面会含砂 取而代之是EP硬体塑胶扶具 替代方案希望能够取代保丽龙 原本跟防爆油桶的材质是一样 所以它很耐撞击 有破洞磨损也可以做修补 捡回来可以再利用的话 科农它会愿意再继续使用 离岛澎湖 金门等积极展开海沸屠龙剂 回收保丽龙 物理化学处理全用上 贝壳它是砍在里面去 要彻底去除掉的话 就是用削的 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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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就只剩40%而已 像金门它就用冷切的方式 把表面的脏藤壶 海藻把它切掉 剩下的保丽头还用冷压 压缩它的体积变成成块 海保署执行海岸清潜维护计划 优先将废鱼网 磕绳及废保丽龙 列为回收目标 统计近三年 参与县市从6个增加到12个 废鱼网 磕绳和废保丽龙 总体回收量翻了3倍 总债用率则上升26% 你去进海的时候 发现海底都是绳子 后来才知道原来它是磕绳 如果你没有去回收再利用的话 它其实就是废弃 因为整条绳子跟磕壳全部连在一起 化学回收之后呢 它可以去做很高端的机能仪 很不错 去把它做更高值的运用 不是只有recycle 我们要upcycle all technology in new frontier 海费末端处理回收 向加一减一的无限回圈 积极从源头减量 更是为环境永续 向海致敬 大新闻 吴医兄王朝中 台南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